也是很喜歡買名牌的 這是貝克漢的太太維多利亞 不過卻因為買不到東西竟然大哭了 什麼東西讓她大哭 還在全洛杉磯的百貨公司 狂找了9個小時一定要買到呢 原來就是為了一款5萬多塊台幣的夢幻嬰兒車 來看看因為這一款嬰兒車 有附設iPad充電底座的限量版 其實早在3月底全世界就通通賣光光了 那她買不到怎麼辦呢 維多利亞竟然跑回家對著貝克漢大哭 現在老公怎麼樣安慰都沒有效 所以為了疼老婆呢 她就動用了全世界的人脈 趕快打聽一下這一台嬰兒車哪裡買得到 不過所有朋友的回報說已經買不到了 而且已經絕版了 不過看來貝克漢真的是相當愛太太的